版权声明 世界无奇不有,有人油锅里烙硬币,有人胸口碎大石,也有人生吞铁剑,一些民间的表演不得不说很是精彩,人们在看他们表演的时候,更多的是奇怪和纳闷,这些人是怎么做到的?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下泰国高僧做油锅,泰国佛教圣行大家都知道,去泰国旅游的很多人也都见过和尚下油锅,他们在的放上一口大锅,锅里倒满油,然后加起来用火烧,当油沸腾以后主角就登场了,一名和尚就会在同伴的帮助下坐在油锅里, 这时候人群中,就会响起热烈的掌声嘖嘖称奇,人们张大嘴巴惊叹不已,都纳闷和尚是如何做到的?和尚坐在油锅里面是面无表情,显得非常淡定,做够一定的时间后他就出来了。 正当人们还沉浸在表演当中时,从观众中跑出了一个小孩子,冲上去就把手伸了油锅里,这可把父母给吓坏了,小孩却显得没事人一样说,油锅里的油沸腾是个假象,其实油锅里不光有油,还有一定比例的醋,当油和醋放在一起加热时,他们两个就会有化学反应, 然后和尚,在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放伤适量的茧,然后醋就沸腾了,而不是油,温度也不很会高,小孩还说道,这些在课本里都有,小孩的话引起了周围观众的恍然大悟,纷纷怒骂高僧是大骗子,其实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只是看到了事物比较表面的一层,当更深一层的了解后才恍然大悟,所以说学好树里话很重要,至少不会有油, 会被这样的场景所骗,反正是我被骗了,你们呢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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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